Hello,我是Jason 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一樣 我們朋友送給我們的一件結婚禮物 說這麼快,我和MaiSan正式簽紙結婚 那就過了三個月了,真的非常快 6月、7月、8月 說這麼快就過了三個月 現在雖然是叫做新婚期間 但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分別 在我們生活上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我們其中一個日本朋友送給我們的禮物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Panasonic的SDP-104的做麵包機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們的影片應該記得 我們大概三、四年前 其實我們拍過一次Panasonic的麵包機開箱和試用 但因為那時候那部機就在日本買 它的插頭、電壓那些全部都是日本的 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回來香港 那部機就放在日本MaiSan 他的爸爸媽媽家裡,我們還在用 但是在香港我們就沒有這部麵包機 那我們過了一個日本朋友 他知道了之後 他買了這部機 就作為我們這個新婚禮物 我們今天就是嘗試用這部機去做麵包 看看做出來究竟好不好吃 那這部機呢 我們就抽它出來 看一看 看看究竟是怎樣的 嘩 都幾聚首 好 那這一部呢 就是麵包機的本體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它上面有些設定可以給你教食譜 時間 什麼烤飾 預約 時分 開始取消 那它這裡打開 它這裡打開裡面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裡是放酵母 就是放這個East 英文反正好 East 放這個酵母 然後旁邊可以放一些果乾之類的 這個為什麼我會這麼清楚呢 因為跟我之前買的那一部是非常相似 其實它有什麼分別呢 我是不知道的 型號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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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放進去 用來攪拌麵粉、雞蛋、卡拉卡拉的東西 這個我們先拿去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我們就再準備好些材料 今天嘗試做我們的麵包 好,我們的東西就全部都洗好了,乾淨了 大家看到我連衣服都不同了,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隔了大概是兩天、三天 因為我們拍完開啟動之後 我們就沒有時間去繼續拍剩下的畫面 所以現在就是相隔了幾天 我們就再來繼續去做這個麵包 大家看到我們面前已經全部把這個材料準備好了 首先我們要有麵粉、牛油 然後有酵母、糖、牛奶 基本上就好像就是放這麼多東西 我們現在就跟著這個說明書上面的食譜 就去做這個麵包 好了,首先第一樣東西我們應該就要加這個麵粉 麵粉大概就要加這個250克 麵粉 然後下一步就要加這個牛油10克 10克牛油怎麼量? 現在這個是多少克? 整個倒,整個放下去 這個是250克 我們要放10克 其實我想應該隨便差不多OK了 10克的牛油 我們這樣切一片出來 其實這裡是不是應該10克? 這一塊差不多是10克 就這一塊 自動 OK,10克的牛油在裡面 其實牛油多一點是否會香口一點呢? 我們先加多一點牛油 我們先不要相信它的 recipe 加多一點牛油讓它香口一點 我們再加多一塊 然後呢,兩茶匙的糖 1 2 1個小茶匙的鹽 我想應該這個也差不多吧 那麼多吧 那麼多吧 好,牛奶 那這個呢,它就... 那個 recipe 上面就是寫下水的 但我覺得下牛奶應該都OK吧 190ml的牛奶 這個有沒有那麼多? 看看,就是那麼多吧 我們不用水,我們要用牛奶 190ml 可以不可以的呢? 不用水用牛奶可以不可以的? 好了,全部東西放完之後 我們接著就是要將這個東西 設置進去 部機裡面 沒錯,就是這樣呢 把它放回到部機裡面 然後蓋上 然後打開頂 上面這個位置呢 是可以放酵母的 那酵母要放多少呢? 我們要放2.8g 一個小茶匙 放2.8 那就是這個小的杯 好,那這裡呢 2.8g 一個小茶匙的 酵母 放在這裡 這裡呢,是用來放什麼果乾啊 果實的 但是這個呢,我們就不放了 那我們關上 然後呢 插電先 還沒插電 好,那我們準備好呢 我們就按功能 食譜 食譜 我們要軟食麵包 預計去到今天下午3點鐘完成 沒有葡萄乾 烤色,我們就標準 然後呢,可以按按鍵開始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們就等到下午3點05分 即是多久呢? 是這個4個小時之後 哈哈哈哈 4個小時之後我們再回來 因為它這個呢 快速的話是2個小時 但是我們選這個軟食麵包呢 是需要攪拌4個多小時的 那我們就去到這個下午3點鐘 4個小時之後 我們回來再打開 看一看,看看裡面說得怎麼樣 好了,各位 現在已經是這個下午3點鐘 過一點點 我們現在呢 距離完成呢 就只是 差兩分鐘而已 嘩,現在已經 整間屋呢 我整個廳呢 是很大股 饅頭的味道 可能因為我下了奶 而不是下水 我是用奶代替了水來做 所以呢 嘩,很大股那些饅頭 饅頭味也很大股 Chelsea,你吃不吃麵包啊? 你等一下吃不吃麵包啊? 你等一下 好啦,那現在呢 今天就完成了 我們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看 裡面究竟是怎麼樣 噔噔 嘩 嘩,麵包 好香啊,什麼事啊 喂,讓我拿出來先 OK 嘩,這個東西很熱 嗯,不得了 嘩 嘩,漂亮 嘩,這個 這個是什麼包啊? 整個磚頭啊 這個 這個拿把刀 把它切開來看看 這個拿把刀 在中間劏開它 看看究竟是怎麼樣 入刀 外面脆,裡面是軟的 包現在是 嘩 嘩,這個真的要拿回我的攝影機 給大家看看 嘩,大家看看 包裡面 外面是脆的 然後裡面呢 大家看到嗎 是軟的 軟的 然後外面是脆的 外面是 我們撕了一小塊出來 看看究竟好不好吃 沒有防腐劑 自家製麵包 喂,Oreo 是否好吃呢 Oreo是不是聞到很香呢 聞到很香就走出來 嗯 哈哈 我們的包呢 我們就完成了在這裡 對吧 那大家看到 剛才看到裡面呢 裡面是很軟的 裡面是 大家看到這個真的 很軟的 裡面是 嗯 不過這個呢 因為沒有防腐劑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很快地吃光 但是這個完全不是問題 嗯 不過那麼當然 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先到此為止了 我們這個家裡自家製的麵包 以及用這部機器來自家製呢 再重新 這個不是廣告 這個是呢 朋友送給我們的結婚禮物來的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呢 它這個這樣煮的麵包呢 要四個多小時 就算它用快速的模式呢 也要兩個小時 就是說如果我們想早上吃麵包的話呢 我們之前那一晚 就要先做起麵包 不過應該也不是大問題 找到了 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先到最後的節目 打喜歡的打喜歡的 記得按讚吧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給我看 記得按讚 在後面 我們下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